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群黄98C啊 这把一样是登巴大战 很多小伙伴说灯神的板子梁 巴神越是很难征服 因为他这个ES模式不断的潜潜 然后暴走人物就显得特别的无力 看这一局 巴神越有没有新的方法来征服灯神啊 对巴神越已经是闭关很久 所以这个苦练就是为了打服灯神的板子梁 现在灯神的哈维迪快取一个前冲 这就开连了 好的连到角落一发快全 但是并不能带入必杀 这就是EX模式一个不好的地方 不能 这个能量不能随叫随到 要等好久才可以打出来一颗气来 看这一把角落还不能再循环出来一颗气吗 确实循环不出来 可能打完这一套就出来了 但是出来也有点晚了 不之后一扇的搞到街超日风必杀 超必杀日成 机会来了 一波快全街上 可以带走 叫安迪去吧 现在进入到第二局 第二局八神域的大门出马 很多小伙伴给八神域起了一个外号 叫做大门月 为什么呢 因为他这个大门确实弱劲 有时候他这个风头已经盖过暴走八神了 所以说叫他大门月也不足为奇 现在他为地利用他的小轻拳小快拳连下来飘飘飘 挤满力管器 大门要注意了啊 大门的天地反可以啊 正在对面要开吐杀的时候 大门先开吐杀模式 还是被冲到了 兄弟们被冲到就完了呀 打一拳接炮拳 必定可以干掉 只要中超杀 没得打 第三个黑合八神 约的八神 抱走八神 抱走八神 快速的后撤 钢个黑底线 抓到两段 跟底波 底波再跟底波 跑抓卸风 可以抓住的 因为对面没有瘦身 刚才灯神那个操作是可以瘦身的 青腿梦谈葵花两段 灯神红血了 八神月应该不会给他流红血 一条干掉问题不大 这局的苦攻是 抱走八神了 对 灯神和八神月最后一个局都挺苦力的 哈维迪被干掉之后 灯神的小游丽出马 第四个回合 我们来看小游丽 八神快速一个跳地 然后接着就是爆气 爆气就开个底波 硬跳 好要跟超杀了 要不要接天堂之眼 知道他要接天堂之眼 天堂之眼是下绝非常多的 黑花三十八十里叠伤害 这样的话 可以拉过来再接一个天堂之眼 上吧 反手开花千鱼接八十里收掉灯神 最后点血 哦 八神还省气 他是在玩火 幸好灯神有点慌了 要不然啊 后果不堪设想 先看你看灯神最后一个板子量 主要是被打那么多连呢 自己的手感已经不在了 983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让对手打得太多的以后 你的手感会消失 毕竟连招时间长 这是一个不好的地方 有时候连一下子就像大门那个连抓连一下子都要半分钟半分多钟啊才能连完 打上轴主几十秒才能打完一套 这几套这几十套的时间里啊 对几十秒的时间里 会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呢 就是你的手感就消失了 被打的那方就会乱 灯神现在拿到了一分 我们来看下一局 下一局八神越提起揭毙了 看来八神越闭关这么久啊 还是很难征服灯神 这一局大门不之后 加一个八神 灯神呢 灯神用哈维迪手发 还是这个样子 八神越用大门手发 看这一局谁更 稳 双锋打的话就求稳 特别是八神越 八神有时候就是特别求稳 但是灯神的话他是求浪 现在灯神 早就会集气 速度很快 现在压住了 压住以后就开上一套 一套连击断招 满气了 炮拳必须上 安排一发炮拳 再安排一发炮拳 两发炮拳 三发 这个三发炮拳有点搞笑了 起神就是打上一套 这么准的吗 这样大门也躲无可躲啊 这一套 第二个回合八神越的不之后 我 不之后我先做防守 哈维迪就不断前冲 不之后不敢乱动 一旦乱动就会被挨打 就会挨打 不之后找机会飞了出来 旁边跳地立向 落地再飞 滑铲 立向 好 起手 不之后又飞起来了 这家 给他个人 最后一个先攻撒尿 干掉灯神 接着看灯神的小游丽 出场 小游丽一出 就开动这个潜潜艳翼 绝一个波 我接接地雷黄泉 撂到清腿 这家飞翔拳 cd升龙旋风的飞翔拳 落地逃 爱套完周 继续清掉一点雷黄泉晕了 晕掉以后 游丽开动一个潜潜攻击 可以带走他 让你直接叫安迪去吧 第四个会和巴神越的巴神出手 好 巴神爆气 游丽也爆气 巴神寻找机会 干他一炮 机会 哇 枪反这么快交了 游丽圣龙没摇到 但是游丽 可以利用潜潜来牵对面的 跳 跳 压不住 压不住 圣龙葵花还是中了 但是现在巴神 没有了超比赛的能力 圣手不用怕 登神练 好 大圣龙废百合者 好 又一个大圣龙 哇 这个大圣龙废百合者绝了 刚才那视觉效果很强 比分是来到2比0了 我们来看下一局 百合者对登神已经形成什么危险了 这么轻易就废了吗 第三局八神应该何取何从啊 比他感到有点难受 被揍得很难受 你看八神远的不之后 不之后先把它撂倒 扔一下划铲 失误了 这是属于失误了 这不之后节奏乱了 节奏一乱 后面怎么打呢 很危险 确实很危险 倒地滑铲 再滑铲 哎 连颊 重腿逆向 好准啊 八神应该重腿逆向练得很准了 每次都大跳逆向 很难的一个大跳 第二个回合登神的游力 现在游力发动前前 但是不知道还是用一个扇子扇了上去 可能登神要提前交差了 这把 因为中了个超赏 游力肯定是没了 这个不用多想 打个尾连 烧一下 这样的话省一颗气 要不然还要用大招制裁 前面看登神的板击梁 苦工板击梁要出来了 期待板击梁有很好的操作吧 板击梁不断地前前大砍刀手砍着波 以后跳过来 升龙拳 不止后机会来了 板击梁给他一个狐狸 法王小吼拳 天地半吼拳的 打飞之后没有天地半吼拳 升龙砍刀手 嗷了一下子 升龙出奇效了这把 前面又一个飞翔角 可以 有时候这个升龙取消招式 确实有奇效 哪个角色 每个角色都可以用 前面看八十一只大门 大门跑跑闪身天地反 抓住我 登神的哪里跑 头上不一段 头上不两段 好的 择一个 啊 抓天地反出了这么一个玩意儿啊 不是抓天地反 就超大外哥刚才那个动作 那就拦之三过来吧 我对这个大门 实在太了解了 紧身扔 其实大门好操作 适合新手用一用 就是抓那几下子 真的很好操作 哦啦哦啦哦啦 改天我出个教程 来一个大门的简单教程 天地霸王拳 也就是保姆级的教程 登神又开始强反打伤害了 双升龙 飞强角 砍刀手 砍刀手 断了 其实他也没有想 接着再连下去 而想打下一波的高伤害 挑逼地 升龙 飞强角 砍刀手 空中龙 空�ot 结束 这波又是升龙出奇效 大力出奇迹 巴神又最后一个暴走人物现身 看他的巴神 巴神先给他一跳 后跳拉过来 中爪挠他 刚才立根地波 板几梁那中招了 板几梁强反先交 可能很难挤满一管气了 看这个情况 挤不满了 也只能这样子了 硬跳 生龙砍刀手 可以 空中超杀 强反打伤害 八神爷的强反还没交 所以说八神爷随时可以打断登上的连招 现在八神爷决定 我看你表演一会儿吧 现在 因为都是老演员了嘛 互相成就吧 霸王小虎拳 生龙一下 双生龙空了 你看我成就你 你失误 这怪不得我了 八神爷一发八神 你干过去 抓谢风 没有血了 三世黑光 最后还用一个黑光 狠狠地侮辱了对手一下子 很犀利 比赛现在来到2比1 我们来看第四局 第四局灯神 继续EX模式走起 还有一帝 游历 加上一个板子两 看这一局八神爷用大门首发呀 这一局情况如何 大门跳地 再跳地 连续跳地 哈维迪做好防守 哈维迪发动一个浅浅 落地飞 再浅浅 机会 中拳出击 打一拳 不得打 这样子想干嘛 呃 捞不到 头上浮 一脚踢飞 清卷攻击 大门 反身为 没震到 哈维迪要开始前冲了 大门有点慌啊 出了一个骗阵的招式 总是串招 有可能是串招了 这个骗阵的招式 前面看八神域的不之后 先给扇子 划铲扔一下 好 划铲 踢脚之后 灯神可能会慌吗 灯神没有慌 刚才不之后 想跟他玩心态 再来一套 这一套打过去还蛮疼的 跳cd 舔中 满气了 要满气了 再打一套八神域 必死无疑 八神可能要提前出马 看这个情况 哎呦 就等你扇扇子了 一发炮拳 让你叫安迪去吧 把前面看八神 看八神呢 这一局啊 暴走八神呢 有没有希望呢 还反三 看这个样子 还是有希望的 好 强反交了 不是要穿三吧 期待的反三 成了登山的穿三 可就完了啊 钢腿里开底波 葵花三十到角落 底波取消抓泄风 翻手葵花清鱼 硬则百合刀 没有则 八神远登的下盘偷袭 还偷到了 葵花三十角落一下 一滴血 结束 这一句总结一下 主要是爆的八神速度太快 别别看登山的小游丽 八神就是快速地进行跳 一波正向的操作 天堂之言 后面葵一下 好游丽满气了 八神要小心了 哇 八神用生龙又给了他一招 霸智 抓泄风 拉天堂之言 一滴血 一滴血也不了 葵一下 鱼猴 居然不葵 小游丽一滴血 还想浪一把 八神这么慌的吗 游丽才生着一滴血 清水旋风腿 大生龙 预防抢反 这样的话 八神抢反也会掉很多的血 对游丽的目的也达到了 给灯神的板翅梁留时间 第五个回合 八神域的八神能不能正负板翅梁呢 我们四没待 板翅梁做防守 八神直钢3D 板翅梁机会来了 强反先交 八神强反应该是乱按出来了 他应该不想交强反那个时间点 对按键盘是按上去了 下面三比一拿下了八神域 八神域这个闪现有点荒痒 八神 八神